路上都沒有什麼紅綠等車速都很快 如果名字弄在鎮上方的話 公安客、遊客就會跟這馬路的正中一樣拍照 所以旁邊坐偏移他們就會乖乖地站在安全島上面 是因為這樣子來做設計的 好那我們這座橋啊 它的全長2494公尺 接近2.5公里左右 那它也簡單的稍微把我們整個澎湖區分為內海以及外海 等一下呢在各位的右手邊這邊海域是屬於澎湖的外海 在有風浪天氣不好的時候呢 內外海之間的差距蠻明顯的 右手邊這個外海這邊呢 以四個字來形容波濤洶湧的 尤其是冬天的時候 那在各位的左手邊這邊是澎湖的內海 隱約我上次所介紹的這段景色之後呢 就直接把眼前看到的這座恆大人島嶼 取名為平湖 平靜的平湖國的湖 那平湖就是澎湖早期一開始的地名啊 所以各位知道怎麼分澎湖人跟台灣人嗎 澎湖人念澎湖的台語會念平湖 但是台灣人因為不知道我上述所介紹的這段故事 所以會直接就直接上翻譯片平湖啊 所以從念法上面的區別 因為第一次播放的